我们打开一个大家可以领位一下 这一支立陶宛黑蓝母酒原本要销往中国大陆 但因为经济制裁被拒绝进口 台酒意气相挺2万瓶全买下 首批6000瓶预定大年初一开卖 每瓶售价600元 但却被质疑这酒在中国大陆售价只要四分之一 封款蓝母酒在淘宝上卖35元人民币 换算台币约154元 但对此台酒也做出解释 台酒强调同样的这支立陶宛黑蓝母酒 在新加坡卖720元 香港要740元 台湾售价600 台酒认为在合理范围内 这两年货运的价格往上飙 然后这个从林波到基隆港的整个货运费 也是我们要支付 订单一直过来 我们只怕卖不过 不怕卖不完 台酒不怕酒的销量差 也说酒品进口光是酒碎 每一瓶就不止100多元 只是开卖前被质疑定价太高 也让这支象征台湾与立陶宛关系友好的蓝母酒 再度受到关注 TVBS新闻达国边红军委台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